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得了冠军脱颖而出 第二名是来自今天代表四传队的 孟臣莫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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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呢 第三名应该是刘俊达 刘俊达 好像汪洋中战下得不太好 最后获得第五 我记得是 所以说这次比赛高手云吉 双方是以中炮对屏风马开局 这盘棋呢 是比赛当中的一盘对局 招法呢 不是很长 但是呢 也不无呢 启迪意 特别是对我们广大的爱好者来讲 双方以中炮对屏风马开局 黑方马二进三 张维潮呢 是广东队的主力 长年以来呢 一直是向甲的冠军成员 对 吉星海呢 是来自杭州代表队的 象棋的新秀 对 00后的一个新秀的一个大师棋手 对 红方采用的是进七兵 黑方足七进一 张维潮的棋呢 也是比较喜欢进攻 所以他采用的是过河鞠 最传统的攻法 黑方炮八瓶九 瓶炮对居 红方鞠二瓶三 黑方炮九退一 红方在跳马 这个跳马呢 应该说也是堂堂之阵 对 除此以外呢 红方也有多种攻法 因为这个布局呢 好像最近啊 向甲当中啊 对阵的倒比较少了 是 这个 现在向甲是以 先止路和飞向为最多 那么在这个公开赛当中 我想大家都比较放松 有的时候这些老的选手呢 对这些新锐啊 可能还用采取一些 比较老实的走法 当然红方此外还有冲中兵 还有炮八瓶七 以及炮八瓶六 多种攻法 对 这个所谓这个炮马争询 也主要是说的这个中炮队平红马 就是当前这个局面 红方跳马呢 也是属于比较常见的走法 黑方先补力招式 补力招式 这个地方呢 变化最为丰富的 可以说主要是炮花瓶九 会形成这个五九炮 这路变化呢 双方呢就围绕着 红方呢将来 左轻轮车来牵制黑方右翼 但是红方的三路线呢 在黑方平炮打以后 它有马七尽八的气 对 红方三路线呢 有些压力 所以本局当中呢 红方呢采用的是马七尽六 这二呢就是 合同马呢比较突出 利用这个合同马来 争取发展这个先手 它首先是 抢占了一个制高点 对 但是它又有弱点 就是说你红方这个 进攻的线路啊 暴露得比较早 黑方能更早地这个 来应对 就是黑方呢 采取的招法呢 能够比较有针对性 是 黑方走 黑方选择去八尽五桌嘛 它先平炮打局吧 先桌 它是先军桌 先桌呢 它这个次序上是有点 有点那个不同 先桌呢 就是这个地方呢 它泡八尽二 对 然后它泡九瓶七大 是不是张老师您的意思 是红方这时候 多了一个泡八瓶九 对 这样多了一个 这么一个平炮打局的变化 是 泡八瓶九以后呢 可能 跟这个 实战的这个效果呢 就不太一样了 一般来看呢 黑方是应该先 泡九瓶七大局 这样可以减少变化 对 就是走到这呢 红方有一个泡八瓶九的 这个战术袭击 当然也不见得 有什么大的 这个手段 但是 总之呢 黑方给了红方一个多的 一个选择 当然红方没有这么选 它还是把局长出来 走这个最常见的这个阵势 黑方走 还是向前进补补一手 对 走到这儿呢 就是进入了一个 到终局的这么一个分叉路口 对 红方呢 走得最多的 是泡五平七 那么前两天 这个郑维彤呢 他们比赛呢 走了一个泡五平七了 泡五平七 这招棋呢 也是有点偏 但是呢 这里边有些欺骗性 对 黑方卓三尽一 当你拱的时候 黑方可以马三尽四区对登 这个棋 对登以后呢 黑方就比较理想 红方这个棋呢 难以这个掌控 是 那泡五平六的话 这样子 泡五平六就避免了这个灯啊 对 这个棋你如果竹三尽在冰三尽 你就没有马三尽四了 对 所以这泡五平七 应该说威胁挺大 但是万一落空了呢 反而黑方呢 有更好的反击机会 是 那这个棋同样黑方 竹三尽以后 红方也冰三尽 这个不能吃兵 吃兵这个局长 炫耀 而且只有 进一步退爆 就直接打死了 他只能直八退一 对 这是呢 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棋谱 但是对 对这路变化来看呢 总的来说 红方呢 球变的机会呢 比较少 对 这棋可能是 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做法 红方 跑八平七 黑方就 马三尽四 强行跳 对 因为红方这个 也不肯拱 吃了黑方就返现了 对 红方只有呢 快速呢 利用这个打击呢 来去这个 争取先手 但是黑方呢 走得也很强硬 因为这个棋 一走推向 红方具有平八 那红方就明显先手了 将来还有马路进七 这些手段 黑方出的速度快 对 黑方有个进马 七子 这儿红方就只能去打 然后黑方呢 这个再租七 这儿如果红方 吃死的话 这个棋也很 很难说上算 因为对人家先吃 那普招最多的就是 送再打 然后一换 红方再打掉 黑方 黑方也走得比较紧凑吧 平局呢 看你对不对 对了呢 也是转化 而且黑方还行得不错 他补一招像 黑方再把 在抛尔金一打一打 抛尔金一打 对 这个呢就是 我们专业人的一看呢 这就是一个平稳的棋谱 对 双方基本上军事 你这个局如果退得太远了 你对黑方的压力也很小 如果你退两步 他就再抛尔金二再打 这儿通过这个转化呢 黑方这个七路线呢 能够得到缓解 可能又是一个交换 我们就再多摆两下吧 然后再退个向 向三退五回来 这个棋呢 就是双方基本上军事 因为黑方呢 这个阵型也很结实 他下部这个马武进三 登到这个向尖上 这个到这个点上 攻守兼备 这个棋呢就是 大多数以平稳 合棋的局面呢比较多 是 就双方通过这些演练 但是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红方太稳了 所以红方呢 一般是不愿意去这么选择 对 这个时候他 这个棋大家都可能更了解 这个比较平稳的这个变化 那就是在 非常平稳的局面当中呢 红方呢去寻求一点变化 他就走了一个局九之一 这是一个老招 是 唐丹这个在我和严老师写的 那个布局片章 有对策里边啊 还专门写到这个棋了 对 您那还以前还特意 跟我们讲过这个棋 对局九之一 这个棋啊 实际上 这招寄出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黑方 接走足三之一 对 然后红方有一些战术手段 因为红方直接去登的话 没有用 你吃兵 你打局 打局可以局一平三 对 这个棋呢 红方一无所得 所以红方呢 先等一招棋 是为了做一个战术的配合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走足一斤 也挺自然的 我又可以马上进去跳上来 然后对你这个巡河马 还有一定的威胁 对 但这个棋啊 吉兴海呢 应该说 作为这个年轻的新秀啊 可能对这个基本的阵型啊 理解的不够 犯了一个比较 不该犯的这个错误 因为它可能作为我们爱好者来讲 是 可能对这个阵法不太了解 偶尔弄一下走失误了 作为这个经过几年专业训练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骗招呢 应该能够识破 应该有一种了解 对 这个足三级就属于上当了 这棋后来呢 红王就一路先手了 就是说黑方一走这个棋 全盘崩溃了 所以说黑方这个棋呢 当然我们那个布局书里边写的是足七进一 对 这个呢 这个书里特意写 主要是根据实战而编的 马俊金居平寺 居平寺先亮出 这个实战呢 是八十年代末期啊 是由上海的特技大师万春林 对阵原来安徽的这个象棋 也是国手啊 讲着梁老师 比较老的这个选手 这是根据实战编的 这个棋呢 也变化很复杂 你拱他在菊八进一 然后他将来菊八平寺压马 黑方这个阵势呢 也比较厚实 是 将来有很多反击的机会 所以是有马七进八的反击手段 对 这个棋肯定是可以啊 此外呢 黑方除了这个足七进一以外呢 也可以走炮二进一和退一 都可以 退一都可以 对 退一也可以 退一也很结实 将来可以根据需要走炮二平三 炮二平一 对 专业棋手呢 走炮二退一也比较多 网上的这个爱好者呢 走足七一也比较多 因为比较能够对攻起来 对 而足三级这招棋呢 可谓是 他可能是一部很随手的一个走法 想太着急这个反击 本次呢 这个东莞的元朗荣华碑呢 也是汇集了这个四十多位 这个象棋好手 对 不仅是好手 象棋大师 对 但是就是 对我们这个专业的选手 然后其他的爱好者呢 也有一百多人 对 这里边呢 就是说的 像这个年轻选手啊 通过这个平台呢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 这个魔力 是 因为这个比赛啊 跟象甲很像 象甲是用的二十加五 本次比赛呢 用的是二手加五 对 比象甲呢 稍微宽松一点时间 但是总体的节奏是接近的 所以说呢 对于 不能完全参加象甲的人呢 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呢 模拟一下这种时间的感觉 是 参加象甲的人呢 可以呢 再进一步熟悉一下 这种时间的规律的运用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 高手去参与 这个足三级呢 就是一个坏起 被红方 马六进入一灯 这个时候 这个吉星海呢 发现问题了 对 吉星海呢 这个有一个外号 叫小暖男 是吗 对 因为吉星暖男呢 这个形象的气质 也都挺好的啊 这个 很温暖的 一个阳光的小伙子 有时候 零零后的一个 对 年轻起手 对 冬天呢 为一条这个维脖 这个挺雅致的 但这个旗啊 有时候还要下得 再泼辣一点 对 这个 这个旗呢 等于 黑方这个旗就上大了 如果你平均吃冰 红方马 五进七 正好 这是一个交换 那你只能吃泡了 人家居四千二一桌 只能泡七瓶九 红方在马七居六 这个旗红方 优势太大了 这如果把象落下来 随时有马六进四 对啊 还有居九平六 也可以 它先居九平六 下部盯着这马六进四 等于红方这个中路 这个 还有这个河头马 这个位置太好 如果你泡二平四 人就打象了 打象 在马六进七江 那居九平六再开出来 太危险 这个其实就是红方的攻势很强大 等于中路被撕开一个口子了 对 所以说黑方呢 走到这儿就突然发现不对 他又选择了 那他不能居八平三进四 只能进行一个交换 对 张维长呢 这里就处理得非常简单 本来打掉也是可以 打掉过来在捉马 也是先手 将来这个兵可以拱到 他实战也挺狠 也是红方先手 红方就直接居堪地势 那只能十五退六 夺取物上的优势 再打 那么黑方这个棋呢 感觉应该 怎么应该先滚过来再说吧 可能他看 左三进一吃兵的话 红方有兵五进一 就从中路 那不管有什么 也得左三进一了 他可能这个感觉自己亏了 在这个对抗当中呢 这个信心显得不足 是 他也是太想这个 把红方这个中路攻势也化解了 所以进行一个交换 我们加紧这个进度吧 炮五进四一将 他只能电炮 这个棋就坏掉了 红方炮五进二 红方这走的走法很简明 直接进行一个交换 对 然后这般棋呢 黑方的势力呢 最主要是这个 对这个布局啊 这个研究的 就是跑而退啊 防守 不够 这儿你看红方等于全不是先手了 对 黑方的一路局还没出来 并且呢 红方有这个 很多的物质优势 四退五 军四平七 等于红方多把黑方呢 这个 视相啊 还有兵足都吃光了 对 炮二平四 他又聚起兵三 嗯 这个棋走到这儿 其实呢 胜负呢 已经判得出来 他拘一击 最后就 其实吃相也没有问题 对 他走得比较稳 他炮二退五 他拘一平六 他将一军 十六进五 然后红方也十六进 对 黑方拘六进二 红方就向七进五 嗯 这棋红方是物质力量太多了 对 黑方 黑方最后几步是出将 然后炮五平七 嗯 马五进三 冰山进一 向七进五 然后红方这个 居三平六 嗯 这棋黑方可能看着 又少失相 然后又少双兵 嗯 所以也是无奈任父 嗯 那么也祝贺张业潮啊 这次比赛 元老荣华杯呢 获得了这个冠军 稍后呢我们还有元朗杯上的这个精彩队局呢 再介绍为大家 好 各位企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元朗荣华杯公开赛上的精彩队局 对阵的双方呢 是曹炎磊对阵张生红 曹炎磊呢 选择的先直路 曹炎磊最近调的也不错啊 在向脚当中呢 对 胜率很高啊 排在前三位 仅次于这个王天仪讲川 对 炮二平三 而且曹炎磊呢 最近呢 应该说对齐啊 很用心 他经常呢 啊 在一些这个战术上呢 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向三进五 嗯 黑方是选择三项 并且这个曹炎磊这个棋呢 最近也是啊 呃 调得也比较好 对 他联赛发挥出色 也让这个河南队也是 在联赛 嗯 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位 对 河南队呢 这个向脚联赛呢 经过16周的比赛呢 目前排在第一位 对 应该说 与这个曹炎磊的这个发挥 当然与这个 在党匪带领下的这个 年轻的新秀团结分战呢 也分不开 嗯 曹炎磊呢 选择的是先止路 张神洪 老将了啊 这个选择的是足底炮 飞三项 然后把三足冲过去 一个传统的应招 嗯 那么接下来黑方走居九级 直接掌居 走到这儿呢 是一个比较多见的局面 一般红方呢 就是走居九平八最多 对 居九平八 你有走居二进四的 把对方过滑兵呢 吃回来 嗯 吃回来呢 整体上来看呢 还是 这个比较平稳 因为你吃回来 对方居九平四 居四肩 他这个子力位置啊 也能够守得比较结实 是 本局当中呢 红方呢 就是采用了一个 测试性的这个走法 他先泡八平七 他这招法也挺新颖的 就是进行一个这样子 一个对炮的一个交换 对 一般就是可能没有想到 这种走法 这一次在东莞十街啊 举行的这个元老荣华杯呢 也是吸引了 众多的好手去参赛 对 同时呢 也是第三届搞了 那么这个比赛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广东省啊 这个东莞市的 这个大力的啊 这个支持 对 那么吕迅老师呢 最后比赛呢 也是亲自赴现场 他也对这个比赛呢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 当时的李鸿佳大师 和石凤兰大师 也是进行一个 现场直播讲解 嗯 所以这次赛事 还是很隆重 对 那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啊 下得有点放松了 对 因为这个比赛呢 兴致的啊 大家就是以其会有 是 虚多其义 当然也是有 不菲的这个奖金 比赛也是 没有赛亚联赛那种 这种专业的 这种顶局赛事 压力那么大 对 是的 更放松一些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 就选错招了 嗯 这个张仑红呢 这个作为老将呢 可能把这个变化呀 到底应该怎么走啊 这个可能一个是 没见过这走法 对 因为这个比较冷啊 这个常远里的招法 对这个熊炮对炮这样 比较冷屁 嗯 然后黑方呢 可能临场呢 就对他的重视程度不够 嗯 这个棋呢 就是正招来看 就得炮三进五打掉了 或者平足 我记得平足也有人下 是 这个平足呢 也比较复杂 因为你捉他 他能保住 就是不进行交换 对 如果你要是 这个 打僵呢 他只是 将来他马二进四是写一首 是 所以这个棋呢 也是一种走法 那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失察 他走了一个马八进九 他觉得红方就是一个转化嘛 嗯 对 我觉得这个马八进九 也很正常的走法 嗯 这个炮跟我换掉 我就打过来 打掉以后啊 大家看啊 嗯 这个棋就出了问题了啊 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黑方的阵型 突然一下就不对了 这样红方再鞠二身四 对 黑方呢 这个三路的炮打完了以后 他站着马的位置 这个位置 是 本来这个应该是 马二进三十岁家的 对 现在中足失守 然后这个三路炮呢 他也不好调整 这个二路马 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对 这个鞠呢 他又想赶快过来 他也得鞠九瓶式调过 他过来 人家鞠二平鞠一尺 这个很尴尬 这个右路子受制 那最顽强的 应该走鞠四进二 先保住中足 然后将来看 能不能再怎么调整吧 反正这个也是有一点难受 对 炮三平四 还是炮三推二以后 就是这个阵型 这个位置是不太理想 他实战呢 又走了一个鞠四进三 对 红方就冰三进一 红方冰三进一 嗯 然后他走了一个向五进三 对 因为他这个三楼炮呢 他又不敢动 他炮三进二呢 他又觉得又很消极 红方也是有进马登居 或者亮居这些线手 因为那个总是不好舒展 是 所以他希望这个通过这个打 然后能希望走上马上进四 这个阵型 对 但是红方呢 就是接力使力 不给他这个转化的机会 红方直接马三进四 尽马一登 这是一个举好的先手 因为你打出来 他灯掉你 你这个炮的位置又很尴尬 将来有可能被这个袭击 对 那黑方呢 四平六 四平六 让鞠 黑方这个可能 按照您说这个开局 可能走法太绕了 对 就可能就是忽略了 红方这一系列 就是他对这个战术呢 没有很好的这个分析 或者对自己阵型的这个理解 可能有偏差 这个比赛呢 由于是快骑 节奏比较快 对 特别是要求呢 这个骑手啊 这个要全面 你开局的理念 正式的熟悉 包括中参局的这个对抗的 招法啊 力量 功夫 都是一种较量 所以越快的骑呢 对双方的考验呢 是越多 是 所以说可能在开局当中呢 这个张生红呢 作为一个老将呢 也是 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对 当然比赛呢 这个任何事情都会可能发生 也属于正常 我们看看曹云磊 怎么在优势情况下 继续追击 对 红方 平局以后 黑方 炮三平五 黑方就是老想马儿进三 现在终于跳上来了 对 但是跳上来呢 这个被红方呢 居也压进了 这个三路马 还是属于一个受制的一个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炮五平六也走上 炮五平的人炮五平四 你炮五平七 你中路呢 也就是人家炮五平四 将来还可以吃中兵 或者居八平七 马四进六都可以 对 红方有多种进攻的方案 所以他索性就补一手试 想把这一路鞠量出来 红方平鞠 鞠八平七 鞠一平四对鞠 红方呢 这个鞠不肯对 因为对的呢 对方马上退四了 双鞠夺下 这儿呢 应该说红方呢 就取得了 一个决定性的优势 主要红方的 指令位置比较好 对 黑方还得鞠四间二看上 红方 然后他继续退一 这儿等于呢 红方夺了一个项 夺了一个项 双方就交换 对 居六平三吃掉 再聚续 然后接下来 黑方走的是 炮五金四 炮五金四 较江 对 较江 较江呢 红方走反江 这招去走得很好 这是关键性的一步棋 对 如果红方啊 走补试的话呢 这个棋 黑方补个七项 黑方可能 可能也可以降五平四 出降 下五方还有居四平六 对 进行交换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松透了 红方走得很坚决 草原理这个中局呢 看得也很清楚 就给对方一个空头炮 这个无所为惧 对 对方出降 出降 然后他就马九金七 因为黑方这个空头炮 最主要没有后续的手段 黑方这俩马太弱 对 所谓呢 我们那个奇艳约啊 叫单狙花炮 瞎胡闹 他只有狙炮能够作战 对 后边两个马上不来 是 所以这个奇艳呢 红方是 确保这个绝对优势的 不向 然后他向前 红方压一步 对 黑方把是吃掉 对 吃一将 红方上帅 黑方也只好换了 对 只能交换 没有办法 红方吃掉 好 黑方 是炮五平八 炮五平一吧 对 他是先炮五平八 先炮五平八 对 然后他把象吃掉 然后他退区 对 局势退七 对 红方又居住退二 对 然后这时候他选择了 炮八平一 黑方这个 虽然吃个试 但少俩象 那个九路边马太弱 这个奇艳最主要就是 红方两个马太活了 对 黑方呢 少了两个象呢 很难防守 他后面红方是怎么入局的 他就马实行六 他又打了 嗯 他又打 红方又马进八 马七进八 这个上马呢 稍微粗了一点 是 这个地方呢 曹云磊呢 有点着急 应该先居武第一 先顿一下 下步骑最主要 将来有一个居武平七 很厉害 对 这个马毛那姜啊 将来再 这个两马再配合 就是 简单的说吧 居武第一呢 就更加的凶狠 对 他马七进八 是有点着急 对 黑方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对这个防御 有点失差 可能时间也紧了 这个防御呢 没有到位 要到位的话呢 还能够比较顽强一些 他最好应该走退炮 来争取 这个换马 那他 你马八进七一将 他进将 跳马将进将 然后他居武进一 居武进一 这个棋呢 黑方可以走 马九推七 这个棋啊 红方啊 就说的 还不是特别好赢 对 红方呢 会有难度 你居武平足 他就炮九平五 居武平九 吃冰 他炮九平五 对 你杀不下来这个棋 对 他可以缓中 对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不再细说了 就这样子更顽强一点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的 红方呢 有比较多的难度 实际当中呢 黑方 实际上他是炮九平八 也想回来防守 这个太慢了 然后他居武推到桌了一下 这是一个好棋 决定性的招法 因为下不棋 这一将 居武平八 就要绝杀了 对 然后他炮八推了 红方正好马 六斤四一登 对 跳马一登 这个居没有位置了 他只好将立军 然后他这个 还是得防守 他又 炮八推三回来 这个可能找不到 更好的防守方法 红方正好这一将 对 正好跳马一将 对 你剩下他居武平八 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们有两个像 红方呢 这个居双马呢 全部到位了 对 只能降四斤 对 这个其实红方呢 最简单的一招 这就绝杀了 G5平八 你只能知识 无论知识 弱势 还是 红方被下底 倒背手 这样G8平六是个杀 绝杀 对 你知识或推炮 我都G8推一把你点死 对 这个棋也比较简单 定点杀 因为黑方老将呢 无路可去 这个呢 也可以 因为就这个棋的迎棋 最主要是红方两个马 的位置太好了 他怎么走 都是一个绝杀 是 所以说这盘棋呢 最主要是黑方呢 在布局阶段的视察 是 导致呢 就很快地落入下风 实战是跳满江里 但是曹云磊呢 这个中局呢 走得也比较简洁 实惠 对方只有 下降 全面将是退一 红方 他就走过G5平7 G5平7 因为正好黑方老将进不去 进去 他底下一将 马四星六 就杀棋了 走到这儿 黑方就没有办法了 是 他最后 顽强一步 是走了一个炮八退役 红方拘 红方正好也是一个杀棋 对 这个就是进去一将 然后将四星一 对 他G7平5也就僵死了 对 G5平5一步就僵死了 这个创业拘 是的 这步棋就更加漂亮 他这个退居也是一个好棋 这个走什么都赢了 只要居 放一个恰当的位置 对 你炮达马上居 平6吃居 正好是杀棋 那走到这儿呢 黑方就主动认负了 那应该说呢 这一次比赛呢 这个大家呢 通过这个平台啊 对 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和切磋 是 张维潮呢 获得了冠军 孟臣是第二 这个刘异达获得了第三名 对 应该说这个 像取得优秀的选手们呢 表示祝贺吧 对 我觉得这个民间啊 这种比赛啊 确实也是非常好的形式 因为除了我们专业协会 搞的这一比赛呢 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企业家 和当地的这个地方啊 协会啊 能够相互搭台上戏 对 这次比赛就是 有很好的一个平台 对 能给我们这个广大的 这个棋艺选手呢 提供一个啊 更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